呃 如果讲个人的话 其实我知道别人在习战里了 做病毒的车 大家知道那种公益学校就是 这一段地区就是公益学校当时的 心灵的场所测量公民 大家都在这里 那个 有关 刚才有一家亲谈到说 要执行承诺该医院 事实上 在警报档上面很清楚 很清楚是没有医院者 之所以有医院 确实当时在86年 购等之后 有在想儿童医院 那我们讲 北俄妇嘛 就儿童医院 南大陵 那当时慈禧内部有这样一个计划 那这儿童医院很可惜 就是一直没有实现 到国内现在也没有这个 所谓的儿童医院的一个成立 那 慈禧会不会在这儿盖医院 这边明白已经能毁了 已经非常明白 对 因为各位看到 各空间的数据 里面确实是没有 因为是正面表页 所以正面表页是说 你写什么 只能盖什么 其他都不行 这一点 在这边 乡亲做一个说明 那刚才有一个乡亲 谈到说 前几点 过过他 他说 是清安居 等等图书 是不是利誘 基民 我想我们内部的 年轻 不是那么容易利誘的 就好像说 刚才有一位乡亲 看到 巴米道路 如果用这种言词的话 巴米道路是利誘 基民的 实际上也不是 但是 因为这个是过去的说明会 里面 沟通里面 基民谈到 需要的 需要的 那慈禁这边 就尊重大家的意愿 因为 大家希望说 后面那个 林农场公园等等 一支 使用性不是很高 没有错 它是有一条道路 有一条道路是 往大路上 再上前来 有一条道路可以过去 但是在市政府 在我们 上次说明会 以前先前说明会里面 就谈到说 如果从 成功部这边 可以延伸的话 大五公园整个 它的一个 就是所谓 休闲的部分 就可以提高 使用了 那市政府的 包括相关 我也一直期待说 实际能够帮忙 先把巴米道路出来 这个都是一个善意 那建筑之后退 也不是说 所谓利诱 不是 那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个 前的整个 大广场 事实上都是 做一个复义的 让花 引花 引鸟 种花引鸟 花草 树都能够 复活起来的 这是我们在 历次的一个 沟通说明会里面 还有 在审查会里面 对我们相亲 还有我也对此期的 这样的期盼 所以我们的 配置上面 确实做了很多调整 目标也是让 大五跟此期的 其实它事实上可以 融合的 就是自然跟 和生态的 跟人文的 这样的一个 互相协调的 这都是尊重 我们居民的 一个医院 那实际 很希望这样 能够 做一个 一个 一个 开发内容 做一个 在整个 报告的 里面 没有改变的大前提下 我们做一个 这样的调整 那 这是 至于说 所谓 刚才也看到 一个善经济 我相信 实际会提出 这样的名字 一定有一个原因 可能在下一次 我相信 就会把 就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 事实上是一个 国际上 现在出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 名字 我相信这个 相关的 同仁政队的地方 会做一个 进一步的说明 可能今天时间 不是那么够 那 至于其他很多的 技术 技术性的问题 我相信 委员专家 还有 各位先进 我们都这样 认识十几年 提了一些意见 我们真的很 趋心地接受 那 你再做调整 我相信 我们都是为了 这个缘期好 都为了这个缘期好 不是说 做一个破坏的 等等 可以 更请大家再给我们 一些多意见 我们真的很趋心地 来做一个 聆听 我们会消化 那 这个都应该 一些时间 以上的补充 我感觉 我感觉 这个缘黄 不得了 我感觉 很高兴